爵士唐能新预告公布 霍宇浩复仇戴华斌 雍名白虎重现斗罗大陆 就在今天 爵士唐能官方也发布了第14集的预告视频 霍宇浩在这一集中 将会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戴华斌展开激烈对决 戴华斌团队赛前被大家一致认为是夺冠热门 他们拥有30级魂尊的实力 在魂力等级上 戴华斌团队绝对是碾压霍宇浩团队的存在 但是霍宇浩和大华斌之间存在一些丝绸 霍宇浩在这次战斗中必将全力以赴 那么他们的恩怨是如何产生的呢 其实是因为霍宇浩的母亲霍原的病死 也与大华斌有一定关系 因此霍宇浩也想复仇大华斌 尽管大华斌团队整体实力较强 但霍宇浩团队在战术布置方面却远胜一筹 比赛开始时 霍宇浩和他的队友们开始针对崔亚杰 他连九尾湖的控制系五魂都没发挥作用 而他自己则与王东携手对付戴华斌 但是戴华斌和朱路他们也不简单 他们还掌握着家族传承下来的五魂融合技 幽民白虎 最终比赛演变成了五魂融合技的对决 霍宇浩和王东使用五魂融合技黄金之路 与戴华斌和朱路的幽民白虎相对抗 根据人著小说的情节 霍宇浩和王东的五魂融合技威力更大 所以最后也是霍宇浩的团队成功地赢得了比赛的胜利